感谢前任不娶之恩的女星唐嫣李小冉上榜,如今都嫁给了幸福,赵薇,前任是汪宇,2008年,赵薇和富商黄有龙结婚了,婚后赵薇生下女儿小四月,生活幸福甜蜜,现如今赵薇身嫁早已几十个亿了,真的应该感谢前任不娶之恩。 李小冉与燕坡分手后,在2015年8月8日向116年的制片人徐嘉宁结婚,徐嘉宁在婚后将李小冉宠得不行,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年李小冉的拍戏资源,以及本人的气色都变好了,唐嫣,前任是秋泽,还没公布恋情就被分手了。 后来,罗敬出现在唐嫣的生命里,他对唐嫣也是极其温柔与照顾,两个人刚开始公布恋情的时候也是经常同况秀恩来,而唐嫣也算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。